字幕制作人員 大家好我是小偉 歡迎收看3月11號的NBA就獲勝 是這裡嗎 這裡嗎 對對對 請坐 這個沒錯 太久沒來 小偉好久不見 耶我回歸啦 大家期待嗎 想念我嗎 還記得我嗎 好不好 我這個終於回來了 大概應該有三個月左右的時間 差不多 出國這個沉浸了一下 真的到深山裡面去閉關回來了 所以我的策略也要改變了 不過我們一樣單元沒有改變 就是一樣要帶大家來一贏一下MBA 那今天呢同樣是會有三場的比賽 要跟小偉好好來分析一下 欸 我不在這段時間內你的表現如何咧 表現應該比其他人好吧 我聽說其他人都是自爆 對 我聽說 欸 我什麼時候不用做 竟然還從第四名升到第三名了 我不知道其他小五隊成員到底在幹嘛 然後聽說我們原本這個勝率非常高的霹靂虎 這個奎哥好像也掉到勝率大概在五成左右 欸 所以我四成七好像也沒有差太多了 欸 今天或許 如果今天那個成績不錯的話 或許就有機會再衝上去 衝到第二 對 就有可能了 好好好 所以今天呢 這三場要好好帶大家來分析一下 我們在第一場呢要看的是 灰狼跟魔術的對決 灰狼跟魔術 那這場比賽呢 是在明天算是比較早打的賽事 那在這個盤口的部分呢 則是7.5分 客場的灰狼要不讓魔術7.5分 這很合理 因為灰狼進況不錯嘛 然後大小分呢是232.5 所以也是蠻高分的大分 小偉你怎麼看 這個盤算是開得很大 因為目前魔術隊其實打不差 但他們得分大概就是在100分左右 因為他們擺出雙塔的陣容 節奏偏慢 然後輝狼隊會開這麼大 是因為輝狼隊目前就是130分在起跳 對 沒錯 實在有點誇張 尤其上一場在Tons 他只投個不到10球 然後得分10幾分 對 團隊得分還可以130幾 對 所以就知道他們目前球隊的氣氛很好 就是仍仍可以得分 大家都有發揮的時候 那氣氛是很好的 沒錯 所以我覺得在節奏上會是有輝狼控制 對 往大分走的機率高一點 但是我這邊比較偏向就是輝狼 因為我覺得他們目前刷分刷起來的程度是贏30分或贏20分都是還蠻常見的 對 我這個想法跟小偉很接近 我也覺得說就是以這場比賽看起來的話 可能就是在標分秀的部分 因為輝狼剛剛講到就是過去四場比賽當中 這個有三場比賽贏對手起碼30分 就是說就是他們得到分數不但高 而且都是大勝對手 那我當然覺得這場比賽 因為魔術隊的主場或許得分稍微會降低 但是在這個美國時間 禮拜五的晚上 有可能的這個大家都來看球 會殺心風邪雨殺的很 很凄慘很這個激烈 所以我認為呢 這個輝狼隊的得分應該還是會高 但重點就是說 魔術隊他如果真的分數拉不上來的話 加起來不一定會過大分 可是有可能是進攻戰 然後七點五分呢 我認為在三月份 一次贏球的輝狼還沒輸過嘛 六人勝嘛 所以基本上要過好像也沒有那麼的困難 還記得我在那個之前 曾經祭出的時候講過 NBA總共有三大爛隊嘛 這個包括火箭 包括這個底特律火塞 這兩隻的確 一個東區倒數第二 一個西區倒數第一 然後我還預測第三大爛隊是啤狐 但是啤狐在交易之後 好像變得好一點 但是這個第三大爛隊 取而代之的就是魔術隊 所以魔術隊現在也是東區排名 非常後面的 所以這場比賽呢 我跟咱們的分析師小偉呢 同樣都看好就是在客場的輝狼 在讓7.5分的情況之下可以順利過盤 獲勝 還不習慣 還不習慣 對 出國回來平板變 對 這時間手機了 對 平板賣掉了 這邊都不損 哈哈哈 欲贏NBA第二場 我們要來預測的就是 大家都非常害怕的紫荊大軍 胡仁 講到胡仁這應該是我們這個節目的敵人 我本來是胡仁迷呢 現在都變成Anti-Lakers 就包括我在內 我就非常討厭這次球隊 但我們還是要來講他 我們就是不信邪 對不對 要有這種越戰越勇 這個精神 好 胡仁隊上這個巫師 那是在這個胡仁的主場來進行比賽 那胡仁呢 在主場他們讓分喔 4.5分 然後總分加起來是228.5分 Siaway 怎麼幹嘛 對 胡仁喔 這個 是不是有點抖 對啊 因為你唱歌話 Siaway來拍手 不知道要怎麼講 對 就沒辦法 目前4.5分我覺得應該還會再說啦 因為我目前消息是 Germans膝蓋有點不舒服 喔 有上場疑慮 所以他不確定能不能上場 因為他上一場其實表現得不好 嗯 可能那56分拿下來以後 對 膝蓋真的是有點傷到 對 然後大三遠 對啊 對 然後命中率不好 然後最後一球 可能也是不太敢投 之類的 各種消息 嗯 那加上巫師隊 有兩個前隊友嘛 KCP Kuzma Kuzma 這兩個 最近的狀態蠻好的 而且Kuzma最近還放話 他說在胡人的時候 我的角色不斷的在做改變 就是 對 就是說 我不知道我的定位是什麼 我有時候要去安迪夏抓籃牌 有時候要被定位成外界人的射手 就是他很不清楚 有點模糊 不知道該怎麼樣去打球 然後很多的這個網友啊 都在下面留言就說 喔 現在龜龜非常了解你的心情 就是來到這邊呢 不知道怎麼去打球了 的確也是 Russell Westbrook 這個最近就是打得非常不順手 然後一直被主場的球迷嗆 主場的球迷虛 他說我也不會帶自己的小孩到主場 因為全部都是負面能量 我不要讓他看到他自己爸爸被罵 所以就非常的生氣 對 所以你說碰到前隊友 前隊友會打得特別用力嗎 一定的 他們都準備好了 都準備好了 是不是狼頭啊 球棒 先發站的穩穩的 對 然後外線關鍵球他還敢投 雖然他昨天沒進 沒錯 然後KCP他狀態也是好的 我看到他一場比賽是三四個三分球在投 是 目前又有補槍 KP應該可以打 獨角獸可以打 對 那我覺得他們前場身高優勢有 然後投射也有 那這點剛好是虎人最弱 因為James跟Ansoni他們兩個前鋒的防守都有問題 對 那我覺得幾乎是放頭的狀態 除非他們三分很不準 不然我覺得虎人對就算贏也比較難過判 對 我是這個站在小偉的這個偏向這個角度 但我還是有點想講虎人 你居然立體還擠得下去 不是就是不信邪的 已經連續開八把大了 我還是要壓大這樣是不是 就是連續他講 沒有啦 就是我認為虎人現在真的就是落水狗 對 就是說真的大家都看到他 主場球迷也虛他 然後其他人大家也在求他 除了剛剛講到這個Westbrook的事件 是個上一場就是火箭隊有贏球 對不對 火箭隊擊敗他 聯盟戰機這麼爛的火箭隊都擊敗虎人 然後我也覺得說 虎人隊不堪一擊 然後甚至有火箭隊球員講說 我們今天的策略就是瞄準 Carmelo Anthony來打 對 那這個對一個這個資深的老將講這種話 Melo情何以堪對不對 臉都綠了 然後但也的確你剛提到的 就是胡人隊的風險 在防守上面的確出現了也蠻多的問題 就只能擺擺樣子 對沒錯 就是說他們的速度跟不上 然後年紀也大了 體力在第四節可能也不勝負荷 所以真的種種因素 現在看起來我覺得胡人 要輸給巫師隊的機率其實是不小的 但我會看到另外一個角度 我認為就是胡人隊在目前戰績排名是西區第九 對那如果你要打playing附加賽的話 你是要圍在在前十嘛 那第十名呢是提虎 對所以我覺得他們在打進附加賽的機會還是高的 那以三月份的這個賽程來看的話 他們課場是比較多 主場是比較少 下一場是難得的主場 我要給他們一點機會好不好 我覺得如果這個分差就4.5會再縮小調整 到3.5到2.5的話 我會非常有信心壓胡人 但是問題是現在4.5呢 就是有點搖擺 可是我還是看有沒有改運好不好 去了這個Sawadika 對之後看有沒有改運成功 我還是看好這個胡人隊在 Crypto.com Arena 新的主場名稱不是Speable Sander 好不好已經改名了好不好 剛好嘛就是回來改名 就看好胡人 所以這邊你是看好烏師 對我是看好胡人 在第二場比賽 我跟小偉稍微有點這個意見不一樣 沒關係明天見真章 看到底是胡人贏還是烏師贏 一贏第三場 我們要來看的是黃蜂對上醍醐的賽事 這場比賽呢在課場的黃蜂 讓1.5分讓主場的醍醐 那總分加起來是229.5 其實我們最近這幾場比賽都蠻高的 加起來都229、230之類的 最近其實盤孔那邊開盤的時候也蠻困擾 大家分數都打那麼高 130、120 120、130 130幾對130 背後他們總分都要還有一些開到240 哇這個真的就是過去你沒有辦法想像 但是問題是現今就是這樣子 像是公路隊之前也創了本季新高142分 對所以就是進攻 這個火力到了這個明天賽之後 好像大家都火力全開 好這場比賽 黃蜂也算是火力全開的球隊 對因為他們就是在今年說下一個就是很會得分的球隊 但也很會失分 那這場比賽小偉你怎麼看 黃蜂其實最近有在改善 他們上一場對賽爾提克其實打不錯 因為賽爾提克最近是最火熱的球隊 對前面還打有來有回 最後輸掉沒辦法貼成太強了 對所以我覺得他們攻守都有一定程度提升 加上他們Haro加入以後 他們的內外進攻會比較均衡一點 所以我比較看好他們 因為目前醍醐實在是傷兵太多 對 CJ McCollum又不能打 應該是不能打 所以我覺得這個盤口可能還會再變動 我覺得黃蜂可能會越讓越多 目前1.5分我實在可以接受 1.5分算客氣了 客氣了 OK那我是這個看這個確定 就是剛跟小偉的講話說 CJ McCollum不能打 Brandon Ingram也確定不能打 所以少了這兩個得分主力 這兩個人是可以都是場軍角出到25到30分 都有他們發抖 對所以我認為這場比賽呢 就是胡人隊 不是胡人隊 我太胡人隊了 胡人隊了 醍醐隊 醍醐隊 這個在自家的主場 就是沒有主力 兩大得分主力在其中之下 反正Chuners當然就是要扛起來了 那當然其他人就是已經調到這個 這個板凳出發的Graham也是很重要 但我真的覺得就是 用兵上來捉襟見肘 沒有什麼人可以用 所以得分會降低 那所以這樣比賽呢 我不看是醍醐或者是黃蜂 我覺得雖然有黃蜂的比賽 這個會朝向大分的方式去揍 但我覺得剛剛講到的 就是在季後賽的席次的部分 醍醐隊現在還是有機會 所以如果Ingram休息 然後這個Cita McCollum休息回來 然後他們有季後賽打的話 他們還是會想要 因為畢竟在明星賽交易之後 本來我歸在三大爛隊 但是交易之後 他們打得不錯 分別像是贏了胡人 贏了爵士 這樣子其實表現是不差的 所以我認為說他們有季後賽可以打的話 還會繼續的努力 所以我覺得在爭這個其次的部分 他們會盡全力 這樣比賽或許有機會贏黃蜂 再來就是他們會不希望讓黃蜂 以他們的節奏去打 所以我是看大小分的小分 我認為是229.5不會到230 會在229分以下 對 所以這是我的看法 那這個大小分你覺得 大小分 我也是看好小分 小分 因為上一場其實跟賽克隊打 我覺得守得不錯 守不錯 就真的守不住推特 其他都還可以接受 對 推特最近狀況太好了 動不動就十幾分 這是沒辦法的 那OK 所以這場比賽呢 我跟小偉 大概站在也是一支針結 我們認為是你看好的是醃湖 我看好的是小分跟黃蜂 黃蜂跟小分 那我看好的就是小分 所以壓小分就對了 好以上就是我們賽場的 一贏NBA 明天呢要請大家 咱們的這個韋霆哥跟艾露呢 將會這個直播 跟大家一起來討論 那另外還要跟大家來預告一下 我們剛剛已經講到 就是呼人隊今年呢 這是我們節目的大題 所以我們禮拜天 我跟小偉 要把呼人隊拿出來編 請大家一定不要錯過 好不好 就這麼說定了 OK 下次再會